还要跟大家说一点什么呢 就是佛菩萨加持 阿弥陀佛加持 还有谁加持 我们的祖宗 我们中华民族 作为一个我们做中国人 太幸运了 我们能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有时候自己说 你就偷着笑去吧 你修了多少生 多少事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中华民族 那个灿烂文化 是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国家 无法比拟的 所以说 有三宝的加持 有我们祖宗的加持 你说我们中国人 能不幸福吗 我们能不成就吗 我们应该深深的感恩 三宝深深的感恩 我们的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宝贵财富 但是要说一个什么问题 就说你不能坐着情着 那行 既然三宝加持 老祖宗加持 那我就情现成了 我就等着加持吧 不行 还缺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你得努力 你自己不努力 你就坐着等着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这句老百姓的话 很通俗吧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努力 往这个道上走 佛加持 老祖宗加持 他和你自己的努力 还是隔着一层 如果这两层都通达了 那你说这个力量有多大呀 所以说自己不能懈怠 从现在开始 我告诉大家 你什么事都可以放下 唯独一件事不能放下 就是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如果说我今天讲课 哪句话是重点 这句话是重点重点重点 甚至你可以 我可以告诉你 你听经读经 你都可以放下 但是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无论如何不要放下 以后你就会知道 刘老师为什么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们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 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一定要记住 我这个劝告也好 忠告也好 如果现在有的同修念阿弥陀佛 还有点不想念 不愿意念 或者是念不下去 我给你出个笨招 你先强迫自己念 念也得念 不念也得念 一开始哪怕你假惺惺的念 你也念 念到一定程度 就由不自然的念 变成自然的念了 由不自觉的念 变成自觉的念了 你就上路了 上道了 上什么道 上阿弥陀佛 那个大法船 上了我们 回西方极乐世界的道了 如果你不老老实实 念这个阿弥陀佛 把时光错过了 你这个机会 你再想回头去找 没有了 你给自己定个两年到三年 念佛的计划 你念它三五个月 你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告诉你这个办法 应该是比较灵验的 你试试看 昨天师父讲的那两个小时 重点你要把握住 不换题目 不改变方向 师父昨天告诉我们 就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站在你的面前 说又有一个新的法门 新的方法 可以尽快成佛 你不要念阿弥陀佛了 我们都不能改 有没有这个坚定的信念 现在到这个时候了 有好多同修 还在左右 左摇右摆 真是糟糕了 人家说这么念好 你就这么念去 那个说那么念好 你就那么念去 人家说读这个经好 你就读这个经 说那个经好 你就读那个经 还是在这个层次上徘徊 那个时间都让你浪费了 你想想 你这一生还有多长时间 你今天晚上躺在床上 明天你还能不能起来 你自己都打不了这个保票 所以每一天 我们如果说过去说 分分秒秒不浪费 现在我说 你把那个分字去掉吧 就秒秒秒秒都不要浪费了 你这样才有把握 才能有把握将来 你今生一定能够成就自己 我这一段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听得明白 我们就会看得到 我们就会看得到